文字已获得作者授权,来自微信公众号,日本设计小站,微讯号,Japan Design,每到过年,与孩子们的性高惨烈不同,成年人往往都是焦虑的,新的一年,意味着又老了一岁,但时间的车轮不会停止,你能选择的只有老去的方式,是歇斯底里,还是体面而优雅,日本这家养老院里, 老头老太太们的生活方式,让年轻人都羡慕起来了,这座养老院名为游湖园,里面住住四百六十多名老人,是日本最大的养老院,几栋高楼,傍海而见,走入其中,俨然一座高阶公寓,咖啡厅,舞蹈师一应俱全,连食堂也像酒店一样宽敞明亮, 透过通天窗,目力所及之处,即是大海,建成三十年以来,每年想要住进来的人络绎不绝,在这家养老院里,这里九十多岁的老人很常见,八十多岁的都不算长寿,有人一住就是三十多年, 最难得的是,他们大多数精神气不二度,只要还能自理,不管背有多弯,腿脚多不便,每个人都尽可能的,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,染成浅茶色的短发,颈上精致的细一圈丝巾, 短袖上的INY显得人俏皮又活泼,你能想到这位老太子已经九十一岁了吗? 藕合色针织麻甲里面,是一件丝毫没有发黄的白衬衫,尽管头发不再浓密,也用发加清爽的别的一边, 如果不开口去问大概没有人能猜到,他已几乎双目失明,这种认真对待每一天的生活态度,让人不禁怀疑,这里真的是丧文化盛行的日本吗? 不仅注重个人形象,而且,从不放弃去爱,餐厅中一位穿青绿色套装,戴住珍珠项链的奶奶,正在和一位爷爷用餐,两人双双丧老后, 成为了对方新的邂逅,他们就像初中生一样,每天都相约在这里和对方见面,奶奶一边拿出亲手为爷爷做的黄瓜小菜,一边开心地和设制度说, 我们之间的关系,早已超越了夫妻的定义,另一边,四个单身姐妹花额外欢乐,每天都要聚在一起谈天说地,闺蜜之间总有讲不完的小秘密,年纪再大, 也能接到姐妹抛来的梗,四位老人都有孩子,却都自己主动搬出来了,开玩笑一般说住,不想看晚辈脸色过日子, 这回儿媳妇不能放心了,做父母的,不管到什么时候,孩子都是第一位的,哪怕自己老了也想住,不给儿女添麻烦,孩子们都难以张口地要求, 自己却先提了出来,懂事得让人心酸,以后人没了,就和老姐妹们一起埋在附近的公共墓园, 人生走到了终点,看明白了,也看开了,尽管大多数时间里不少老人,都是形胆影致, 但他们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孤独,这位老爷子妻子已经过世, 因为不想浑浑噩噩的过日子,就一咬牙把房子卖了,筹错了,三千五百万日元,住住费后, 约等于二百一十万ROM,住进了这里一间,还警房,每天一边听住觉世约,一边磨咖啡豆, 偶尔放空自己就眺望远方的大海,这样的日子老人过得相当满意, 另一位九十岁,至今未婚的高冷老太太,九十年来坚持独身主义, 结婚就要放弃很多东西,所有事情都要妥协,所以我不结婚,我不想马马虎虎地活住, 在他们那个年代能下这种决心,很不容易,但秉承住对自己一贯的高要求, 老太太从没后悔过,人一开始回忆,就说明已经老了, 但在这里,你很少能看到有人对过去念念不忘, 更多的人都是带着好奇心,去接触各种各样新奇的事物, 每天都活在,对未知的明天的期待当中, 八十三岁首次挑战钢琴,每天都在练习伦敦桥, 无论什么时候开始学习都不晚,只要信仰年轻, 就依旧年轻,九十岁学智慧手机玩的六, 拍照聊天和孙子视讯都不在话下,不管多大, 心里都住住一个王瓶少女,八十六岁沉迷手工, 然后将亲手制作的花朵,送给附近幼儿园的小朋友了, 肥嘟嘟的小脸蛋,仿佛能治愈世间一切苦难, 人老了不是最惨的,心老才是最可怕的, 心老了青春就真的就就不会来了, 谁校对时间,谁就会突然老去, 忘却时间去追寻自己人生意义的人, 大概才不会虚度此生吧, 一恩地,偷偷说一句, 求是哥开通个人号打, 出去玩家优优独播β 儿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